新生代男神徐光瀚入伍服役了 今天经纪人也证实 恳请大家给予他一些空间 但是大批的粉丝心碎一地 甚至还有中国的网友幽默发文说 现在参军可以在战场上相见吗 徐光瀚将在成功领受训21天 再被指派到相关单位服替代役一年 就连他演艺圈的好朋友柯佳燕也不知情 人气熊滚滚红遍亚洲市场的徐光瀚 被民众目击他替平头入伍当替代役 现身在成功领 就让不少粉丝徐太太们都崩溃了 工作跟玩乐还有爱情都是要兼并 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比较充实跟圆满 追求人生圆满的徐光瀚入伍当替代役 经纪人也证实他目前正入伍服役 恳请给予空间 期待明年回归带来更多作品 对此有韩国网友表示 无论何时都会等徐光瀚回来 也有中国网友幽默发文说 现在参军能在战场上见到吗 台湾网友则是大力赞赏 徐光瀚是有GOTS的男人 而消息一出 演艺圈好友怎么回应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来不及祝福 就是没有特别听他聊过这个事情 就是还满满低调的 他这个人就是满神秘 依照兵衣法规定 民国79年次出生的徐光瀚 接下来要服役一年替代役 预计将现在成功零售宣21天完成三项任务 其中一项就是必须进行18发实弹射击 蛮好的去当兵这个决定 许光瀚啃亲日的时候我会去看他 另外也有人爆料 有长官指示 其他人不得和许光瀚要签名拍照摸头 也请粉丝放心等待他的回归 记者夏淺琳一行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